我喜歡暖暖的陽光 是環境 規標上的風 你的味道和你的美麗 is in the sun 我的肩膀 我的心 已經找到了 要等的理由 為了你我為你揀 my mind 為了你我為你揀 我的臉的眼 為了你我為你揀 你將進打針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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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为了你我临地牵手笛的那一球 为了你我临地牵手靠靠的流泪 因为你感到的陆下的星辉 就像双天的过离场 就像冬山的酒口里 但你想依偎了在耳边就会感到 白小惋惜我的心已经就到了 要等到你呀 为了你我为你却丢望着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天的歌 为了你我为你却丢望着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天的歌 为了你我为你却丢望着脸的脸 为了你我为你却丢望着脸的脸 为了你我为你却丢望着脸 而且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非常恐惧 Carls 什么意思? 我认为我必须要提醒你 Tian Huizze是一名的山田的家庭 而山田的家庭有很多影响在这个业务 是的,我知道 所以,什么发生了? 也许你和钱多多了 最初,我认为它并不是我的业务 所以我并不想说什么 但是现在山田的本质是进入这个折扰 我认为我必须要提醒你 如果你的家庭没办法,它很重要 它可能会有强烈的影响 Carlos,实际上,我和Tian Huizze 有些事真的发生了 但听听我 我能处理我的业务 我认为,它并不是一切重要 那我告诉你,你真的不明白女人 你真的不明白山田的家庭的传统 我认为,我忘记了 我希望你记得,如果你遗憾权权权 这些折扰会有危险的问题 好的,Cars 我们会看看,什么会发生 好的,我认为,年轻人都不愿意 现在关于千多多多 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愿意你认识她 如果她没必要离开 尝试留下 如果有关于职业 她可以提供的职业 好的 她是一个很强的角色 什么意思 准备一分钟 千多多 我真的需要你去保持她 好的 我们试试 谢谢 你欢迎来 好 我能放下这些烦心事 继续努力 把这些烦心事黄浆 谁开始了 谁啊 老任 快进来 快进来 怎么了这是 别欺负你了 来来来 坐下来 坐下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媛媛 又是那个大骗子 王八蛋 他把我的钱全都给卷走了 请您看一下这些资料 山田集团 他们要插手收购核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许总 具体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我们刚得知情况 就马上过来通知您了 我知道了 出去吧 田惠子 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了 山田集团什么意思啊 我们辛辛苦苦地做完资料收集 还有数据分析 你母亲突然插手 她竟然控制银行贷款的事 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许飞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在订婚仪式上 让我们家尽失颜灭 对于这一点 我妈妈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过 只有跟我结婚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的 免谈 好了 许总监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走了 哦 对了 以后 如果不是谈工作的事情 请不要在工作时间打扰我 拜拜 许飞原本以为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可当她看到了咄咄逼人的田惠子 她才明白 重新开始的不是事业 而是未知的危险 你进来呀 愣着干嘛呀 我不 我不能把作案现场给破坏了 多多姐 你出来点儿 大小姐 这又不是杀人现场 不就偷个钱吗 行行行 我进来 坐下坐下 来 我问问你 坐下 好 你老师告诉我 丢了多少钱呀 好几万呢 好了好了 别哭别哭啊 好几万 好几万那是几万呢 我也记不清了 我这几天 一门心思地铺在你的事业上 奶茶店的事 我都没怎么管 我怎么忘了呀 你就是个脑子不够用的人 还要你去帮着我 这事怪我 袁袁 怪我啊 怪我 对了 你说把你的银行卡给扭进水了 你怎么能随便把银行卡给别人呢 他不是要帮我上货吗 我想我把银行卡放在他那儿 不是比较方便一些吗 你是不是店的老板呀 每天支出收入多少 你心里有没有数啊 再说了这是银行卡 你就换走我 你也不能给我呀 连你都不能相信啊 不至于吧 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店虽然小 但是管理上绝对不能松懈 做生意的事我也不懂 当然让许飞哥跟你说啊 在他给你上个之前 我也得先好好教育教育你 多多姐 你先别教育我了 我们是不是得先报警啊 我就辛辛苦苦攒了好几万块钱 不能便宜扭进水了 我觉得吧 这事还不能先报警 先慎他几天 平时看着牛津水那人挺老实的 没准他现在比咱们还紧张了 人一见了钱就会气歹心 过两天他想明白了 给你送回来那多好呀 那要是过几天他明白不过来呢 那你现在报了警 警察叔叔也不可能 那么马上抓到他 万一再打草惊蛇 他拿你的钱都跑了 你更找不着了 再说了 别给他一个时间 让他好好想一想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嘛 可是我报警 牛津水他怎么会知道 我觉得他现在心里 肯定是忐忑不安 没准啊 就在门过角落观察你呢 哪儿呢 哪儿呢 行行行行 别生气了 跟你说 刘月 我的意思是说 她内心肯定很挣扎 毕竟你们还朋友一场啊 多多姐 你总是把人想得那么好 我觉得 我的心里就比你阴暗多了 尤其是在钱的方面 都是阴暗 哎呀 以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把所有事情的结果 看得淡一点 不要那么在乎我真 行 我听你的 那我先不报警了 董事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啊 可是 你跟我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在我身上有点不适用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虽然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可是 你的位置在这儿 我的位置在这儿 你可以不在乎这 不在乎钱 可是我不能不在乎这 不在乎钱 不在乎钱 可是我不能不在乎这 我要是说你 你不在乎的话 说不定明天我就没饭吃了 再说了 这钱 是我新运屋 攒了这么长时间 攒来的 我认为在北京 我妈买大房子 可以买好几匹饼子 好嘞 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啊 没事 我忽略你的感受 光顾着教育你了 我不对了 对不起啊 别哭了 多多姐 你的脚步太快了 我这连滚带爬呢 也跟不上 你 你得让我慢慢来 我得歇歇 好 歇歇 歇歇啊 好几块块钱呢 妈 妈 飞儿 你可回来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们家出大事了 我们的公司 跑不住了 等一下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我说 公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前些日子 有几个风险投资的找上我们 说看好我们公司了 要给我们注资 我就出手了一些我们公司的股份 你说什么 你把股份卖了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找你商量 你都离家出走了 我怎么找你商量啊 那个时候公司周转不过来 有人能帮我 我还管冒险不冒险 对不起 那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是没有数 我让出去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我想着我手上还有百分之三十五 足够了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照理来说应该够了呀 那他们的资金有没有到位 是 资金倒是到位了 我的公司也周转好了 我刚想松口气 股东们就找我开会了 找你开会 对 他们说有人看上他们手上的股份了 价钱不错 他们想出售 到底会是谁呢 你猜 妈 不会是 我正要问他们是谁 这时候门一开 田惠子进了 那那些股东的手里 有多少股份 加起来 有百分之五十 如果这些股份都卖给惠子的话 我们的公司 就完蛋了 我们这次真的是太大意了 肥儿 你帮帮妈吧 妈 我会想办法 就算公司没了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早就劝你把公司卖给你 这操劳了一辈子 过几年清新的日子都不行吗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 妈妈不能失去公司 你知道 这个公司 是你外公留给我的唯一面相 我不能失去的 妈 爸爸说的对 你为公司操劳了这么多年 现在也是时候 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们都不理解我 你们都不理解我 别人都能靠老公 靠儿子 你说我有老公 有儿子 干什么用啊 爸 你去劝劝妈妈吧 就她那脾气 谁能劝得了我 喂 多多 你怎么给我打那么多电话 我躲牛这声 我都把它开成静音了 没听见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这又瞒着叔叔阿姨干嘛呀 哎呀 你别提了 最近啊 这个牛震生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每条信息都有七八十个字 而且啊 他每几条信息里面 还给你打一电话 让你防不胜防呢 我真的我都烦死了 是啊 我知道 我这不是一直还劝你 哎呀 要释怀 勇敢面对叔叔阿姨 哎呀 其实啊 我们俩是武术不孝百步啊 好了 先不跟你说了 这么着吧啊 马文慧的挽回前夺夺 竟然开始求救于圆圆 远 连她自己都觉得 这有些奇效皆非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 有病乱求医吧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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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韩 APP光 olhar 马文izar 你怎么来了 来 我帮你 手房走 怎么 我就不能呆啊 уг我煩意他 CRMG呢 哎呀 你要喝什么 我买带 哎呀 别别别 你家买茶我喝的快吐了 啥意思啊 你的奶茶不好喝啊 你多说哪奶茶怪我给你削啊 好喝 走 陪我聊聊 聊啥 还能聊什么 聊多多 就知道你要聊多多姐 多多姐最近可忙了 每天忙着设计衣服 卖衣服 再设计衣服 再卖 再设计衣服 再卖衣服 能不能聊点别的 我想问 她跟许非 她跟许非怎么样啊 我能不能不说呀 你说吧 我惊得起打击 那我说了以后 你可别伤心啊 我跟你说吧 许非哥对多多姐 那实在是太好了 那天你知道吗 干妈当街指着许非哥的鼻子 骂骂骂骂骂 许非哥她没有生气 你看她多有羞愿 多有内涵 多有风度啊 而且多多姐后来被干妈带回家之后 许非哥就一直傻傻地站在我们家楼下等 从白天等到的晚上 月亮都出来了 太阳都下去了 她还在那儿等 她还给我点空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别韩剧了 谁跟你聊这个 你看 啥样了你 你 你还不高兴了 我就说我不跟你说 你非让我说 说完了你也不高兴 有什么办法能让多多高兴起来 什么办法能让她开心 什么办法能让她开心 多多姐现在最在乎的就是别人喜不喜欢她设计的衣服 你可以去把多多姐设计的衣服全部都给她买了 你别得一次去买了 你每天去买一点 你不就多有见面的机会了吗 不是圆圆 我是一男人 她设计的是女装 让我去买她设计的衣服 还一堆堆买回家 别人以为我是变态呢 所以说嘛 你这说得多的人嘛 脑子就不好使 你就不能把那些衣服买回来 送给你那些亲朋好友兄弟姐妹 给你妈穿给你妹穿 给我穿也行啊 是吧 换完了 哎 我觉得你可以多多写情书 你每天给她写一份情书 把你想对她说的话 把你的真情实感 读入了我的字上 然后我帮你教了她 我也要读姐姐这个女科大型 她一看我的那种事情 她就会是我有种变态的 那我告诉你 这个教授 我们在新加坡早就用了 放到铁匙上 能放到铁匙上 你看看我跟她们讲 ALL 我看今天 你这每一班 我都能咋咋 我都要咋咋咋 停 我咋咋咋咋 我这带来客人家 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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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aragraph up我 OUT你 买什么 买茶送什么 太太太出了 这包月 包月有什么用啊 那傻子可以赏金 叫我生意啊 不可以谈的 真是没人谈 不可以也能谈 不可以安给我钱啊 多多 在哪儿呢 我在回家路上呢 你呢 我也是 回头见 有什么事 我来找阿姨聊一点公司的事情 公司的事 说得倒好听 是来谈收购我家股份的事吧 田惠子 真好玩吗 我警告你 惠子 我妈妈的情绪很不稳定 我希望你别去打扰她 原来阿姨都跟你说了 相信你也知道 如果公司的股份 在我手上占绝大多数的话 那么公司就是我的 我是来聊我公司的事情 怎么会是你的家事呢 你恨我这一点我不奇怪 但你要是想报复 就冲着我一个人来 如果你 一意孤行要伤害我的母亲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跟阿姨的关系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伤害她呢 你放心 我今天来的问题就是为了告诉她 我不会让她失去公司的 我会帮她 帮她把公司越办越好 让她开心啊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好自为之吧 大哥 是妈妈的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吓死我了 自从你走了之后啊 我一直不放心你 所以就过来看看你这儿还缺什么 创业期限挺累的 多多 可千万别哭了自己啊 这样吧 多多 妈妈从明天开始给你送饭吧 不用 妈 我能照顾自己 我知道了 肯定肯定是原来告诉你 你也知道原来大嘴吧 妈没就律师小鸡 她就告诉我了 你别敲啊 你到底走不走啊 你不走我走了 不是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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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一句 不是你是最了解多多的 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也没上过什么学 我脑子也不是特别好使 我能想的招我全都跟你说了 这都什么点了 我得下班了 那 那今天耽误你时间了 你去哪儿 我还能去哪儿啊 回我干妈家呗 那我送你 真的 这还挺好的 刚好我可以见见多多 那恐怕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多多姐她实在是太忙了 她每天晚上都忙到后半夜才回家呢 所以你去了我们家 你也不一定能见得到她 那没关系啊 我上楼看望伯父伯母等她回来 那也不行 我跟你说完了吧 你不管等到什么时候 多多姐她也不会回来的 停 什么叫不管我等到什么时候 多多姐都不会回来的 她住外边了 我可没说 你 她住哪儿了 你别歪了 怎么说她住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你别找我 妈 你笑着跟你说了 你说我这儿这么乱举 非得来人下脚子跳的位好 这是够乱的 你说你怎么也不收拾收拾呢 我看看 看看 多多 你这就一个台灯啊 不够亮吧 是不是这儿再来一个台灯啊 我跟你说 时间长了回眼的 不用妈 我这每天创业的 我还想得了那么多 妈给你收拾收拾吧 真够乱的 多多 你真的明天 不用妈妈给你送点吃的吗 不用妈 我不照顾自己 多多 这 这是谁的衣分 妈 多多吃饭了没有 要不要去 好 好 成啊 钱多多 你又在跟我玩暗斗陈仓是不是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未婚同居 妈 没有 我实话跟您说吧 这是我的工作室 可是许飞呢 他偶尔会来一下 您看 这旅客住在楼下 这楼上 我们这不叫同居 叫 同租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 不管是同居 还是同租 哪有单身男女 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呀 还有 许飞 我问你 你今天就给我表个态 你们家 到底同不同意 你和多多的事 你也别跟我磨磨唧唧的了 是黑是白 你今天晚上就给我个定论 你耗得起 我们家闺女很好奇 阿姨 阿姨 情况就是这样的 不过请您放心 我一定要敬略说服我的家人 让他们不要一起用事 毕竟感情是感情 生意是生意 您看对吧 慧子 你能这么想这日太好了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现在是唯一的念想 我知道阿姨 您放心吧 哎 应该这样行吗 哪天让小飞哥更好 帮我回趟家 实在不行 让小飞哥道个歉吧 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 是我们飞儿做的不对 你放心 等我一找到她 我马上让她到你们家去道歉 不管怎么说 她的确是做了一点 让他们没有面子 你找到她 阿姨 许飞现在不住家里啊 嗯 那她住在哪里啊 她试试跟钱多多在一家 你别误会 对她是跟我吵架 你赌气 说是自己先出去住一顿 这是暂时的 你知道她年轻细盛 脾气有点大 来来来来 回来了 多多呢 进来吧 你看你们两个人干嘛呀这是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多大点事啊 坐坐坐坐 回来就回来了呢 好啊 多多呀 爸爸给你盛点绿豆汤去啊 新熬的去酒吧 哎呀 绿豆汤来了啊 来多多 来喝一碗啊 哎呀好 老吴啊 看你这活也够大 来来来来 来来 多多你的行李呢 没带回来啊 没有 我还得回去住呢 还回去 你 你想把你妈给气死呀 刚才在路上 我跟你说那句话 你没听进去啊 啊 这一路上您说什么了 这一路上您搭理我了吗 就是刚才那个 你跟许慧住的那个地方 说的那些话 我跟你说 你不能不明不白的跟人家同居 你没听懂啊 还回去 行 不是同居 合租 合租也不行 陈多多 我告诉你 你妈妈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我也不会把你逼死 我给那两条路 你自己选吧 要么 跟许飞结婚 要么 你给我回杭州 哎呀 老吴啊 我说你说话不要带那么大情绪 好不好啊 多多呀 你妈妈说的那两个原则呀 也不是没有道理 爸爸觉着 她也不算为难你嘛 我没为难她 她可为难我了 你说我让她跟许飞结婚 是在人家许家 敲锣打鼓心甘情愿 把她这个儿媳妇 迎娶回家 我让她回杭州 是她现在 必须放弃她 所谓的事业的前提下 她哪一条做到了 啊 妈 您是仅仅让我做到吗 您是让我明天 立刻马上做到 那谁行啊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 你们两个人啊 这一个比一个倔 我倔 还有比你女儿更倔的吗 都沦落的摆地摊了 还跟我在这谈什么事业 都沦姐 吓死我了圆圆 你搬回来住了 都沦姐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天替你挡了一劫 马文 怎么又是马文啊 我又怎么了又 马文今天到奶茶店里面来找我 她非死结拜了要跟我回家 我打死也不同意 她这才拉倒的 要不然今天你就完蛋了 袁安我问你 你最近怎么老跟那个马文搅在一块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 多多姐 我发现马文这个人吧 怎么说呢 我这越跟她相处 越觉得这个人值得交往 你就是一小孩 在你眼里世界上那都是好人 你要那么欣赏她 你嫁给她呗 行啊 只要她追我 我就敢嫁给她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多多姐 我跟你说真的 马文现在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就给人家一次机会呗 马文真的挺好的 她在我的奶茶店里 她说她想跟我回家 她想回家等着你回来 她还想替你照顾父母 你看多好的一个男人啊 又孝顺又痴情 是吧 媛媛别说了好吗 你看不出来我心里特别烦呢 小脑子官里一天都装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呀 我快去睡觉啊 乖 那我去睡觉 那你得好好考虑啊 听得了 好好好 晚安 许飞为了帮助钱多多 筹集启动资金 回家求助于父亲 而这一切自然要瞒着母亲 马铃 爸爸 菲尔啊 你吓死我 你怎么走路也没声音啊 妈妈她人呢 你妈不在 爸爸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你借钱干什么 是嘟嘟和依依 他们正要准备创立自己的品牌 想要开一个服装店 所以就需要一点钱 我希望 多少能够帮到他们 但是 我又不想向妈妈开口 菲尔 有办法 你需要多少 五万块就行了 好 那你后天回家来呢 爸爸 你自己去银行 那多不方便呢 你把存折交给我就行了 没有存折的呀 必须我本人到柜台去补办 为什么 这件事啊 你千万别跟你妈讲啊 我偷偷地给自己啊 存了五万的私房钱 你妈这个人呢 太精明了 我怕她发现 就把存质给烧了 需要的时候啊 我拿着身份证到柜台去补办 爸爸 你怎么这么怕我妈呀 真是的 真是的 逗逗 你要去哪儿啊 来 来 进去 来给你盘盘 您又跟我谈什么呀 你总不能一辈子把我关家里吧 我知道那个服装品牌 您看不上 您说它是地摊 可那就是我的事业 不总得善始善终吧 我不能做一半丢那不管吧 那个问题一会儿再说 我现在问你 你的婚姻大事 你打算怎么办呢 妈 不管怎么样 我也得先立业呀 我不管跟谁结婚 我总得解决生存问题吧 我看你这先后顺序 不弄得挺明白的吗 先给许飞同居了 然后再摆个摊 所谓的感情所谓的事业 你不都有了吗 我看哪 全都不靠谱 行 你要谈就谈到 还能外部出去了陪着你 不就还是那些车不会花 你看看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飞儿回来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们一起吃个中饭再走吧 上班时间 我得赶紧回去 飞儿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就别哭了啊 飞儿的心里啊 也不好受 你看 她连妈都不叫 老婆 前两天 吴芳芳来找过我 别急 你别急啊 你替我说完你再急啊 她来找我说 她想向你道个歉 想以老钱和她自己的名义 请我们过去吃个饭 人家已经想明白了 不想再难为孩子了 不想再较劲了 飞儿今天这样也看到了 你说你老这么倔 到头来还不都找到你自己啊 难道你就不想一到晚上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吃顿饭聊聊天 逢年过节 串串亲家走动走动 再说 我跟吴芳芳那都是多少年的老皇历了 现在她有老公有女儿 我呢有老婆有儿子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行了行了老婆啊 听我一句吧 你就别叫什么劲了 既然吴芳芳已经表态了 咱们就大度一点 别让她倒什么钱 钱多多万万回想到 母亲吴芳芳这位是天心了 自己刚向目标卖进了一小 就被母亲软禁在家里 也不是娶妃 现在怎么样了 我给你个短时间 我们在家里的活儿呢 留在家里的活儿呢 竟然 该活儿就怎么了 行 有什么事 你不管书 我能全力遮瑕 好了 行啊 好了 我知道了 会跟你说了 先说快 好嘞 拜拜 妈 韩依依新婚 她呀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那新居参观的 对了 妈 要不然咱俩一块儿去吧 那个 依依的婆婆好爱家在 你们还能在一起叙叙旧 多多呀 你自己去吧 早点回来啊 好嘞 你终于接电话了 多多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你在哪里啊 我过去找你 什么 你要去找依依 麻烦你动作快一点 我现在还在公司里面呢 这样吧 我一会儿到你那儿去接你 好吗 你要去哪里啊 现在下班了 许总监专注事业 每天工作到深夜 这些大家都知道啊 怎么 今天有特殊安排啊 下班后是我的私人时间 我好像没义务回答你了 好 那我给你谈了和田收购案 有没有兴趣啊 有没有兴趣啊 那我给你谈了和田收购案 有没有兴趣啊 那我给你谈了和田收购案 那我给你谈了和田收购案 我们最终调定的代管方 是不是答应他 败款方案 我已经跟方们的调定了 现在 就只能他们先则放款 你就这么确定 没有任何问题 你又说什么 一定有这样吗 心情很糟糕吗 可能 我也就成了些什么吧 你说我时间就会 重担一切回忆到底 你想说的和想表达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讲得真心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言就该 可以吧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的姓名 除了那句话 你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相信 你会 接受 你都爱 在战斗 你最不想在 配偷 你都爱是 会接受 要定就这样吗 你都爱是 你真心的 就爱是 prés 卻不想再退逃 为什么 敢相信真的要放手 我只相信你会承受 你的泪在这头 你真的没有陪我走 我们一定会这样吗